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五個字,就是外圍見異動 好了,先說說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相當繁複,低開百多點之後 曾經跌超過兩百點 其實跌幅慢慢收窄,最後跌市只是跌26點 去到28593點收市,成交六百億 今天的市跌石油股,其中一隻中海油跌1.8% 加上內銀股普遍都有0.5%左右的跌幅 拖市下去,只不過香港地產股今天普遍有些升幅 加上吉利就明顯反彈 有3%進漲 將市的跌幅一路一路收窄 最後全日只是輕輕跌20幾點而已 好了,整個市形勢,昨日節目提到市牛皮,沒什麼方向 今天市大致都是這樣,剛才提過了,跌了二百多點之後 跌幅收窄,全日的高低點都是二百點多一點而已 成交比昨天更加少 昨天650億左右,跌到只剩600億邊 差一點,600億也不夠 顯然市就沒什麼方向了 還未出現爆邊 就是昨天節目提到爆邊 今天還未出現港股 只不過你看看昨天節目提到3個爆邊因素裡面 已經出現了一個 而且愛維都因而出現異動 所以今天值得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情況 昨天節目提到3個因素 其中一個已經出現了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此人的言行 昨天節目估計,特朗普近來言論既是涉及種族歧視 針對自己國內四個國會議員 接著近來對中國的說法越來越升級 好像之前比較友好的,即6月底比較友好的情況 一路一路背離 昨天也說了一點,不重複了 昨天節目估計,可能特朗普會將矛頭指向中國 轉移到國內的問題 因為在國內來說 他的民意支持度是落後給4個民主黨的參選人 可能因而而然會做一些外交上的事 轉移視線 以拉抬自己的民望 以至特別鞏固他自己的基本盤的選民支持 可能對中國會有些行動 話口未完,昨晚特朗普真的有些話說 一方面他就說 美國和中國達成協議的路仍然很漫長 A long way to go to Richard Dill 要走一條很長的路才可以和中國達成協議 而且更加威脅 可能需要時會對中國3200多億的進口產品加徵關稅 換言之,全部中國貨品都可能加徵關稅 此言一出,立即在外圍因而出現異動 因為特朗普剛才所說的 一路一路升溫 以顯示,美國方面可能進一步再次施壓 但與此同時,大家看到中國方面都不是輕易讓步 態度比較強硬,佔於幾點,一方面中國最近一直提 如果想和中國簽協議 首先華為方面要全面解禁 以致之前蒸開的關稅要先撤銷 這方面是這樣提 另一方面,最近中國將大家視為鷹派的人物 加入談判團裏面 就是中山,生活部長中山被視為中國對美國的鷹派 這位仁兄其實在之前之二十已經有出席 最近劉鶴和母音他們談電話 據說中山也是有份談電話的 換言之,他已經是涉入了這個談判團裏面 美國方面覺得這真的是鷹派 可能中國會出現比較強硬的應對策略 換言之,美國又硬,中國又硬 大家當然會擔心 事實上,你看回看 雖然6月底時,中美兩個元首已經見面 說會重啟談判 但到這一刻,雙方只是談過一下電話 起碼做節目這一刻 還未有消息,雙方什麼時候會進行面對面的談判 之後雙方代表說一下電話就完了 並未定不到日子,大家什麼時候可以親自碰面 聊一聊 換言之,整個形勢 中美貿易談判再次令大家憂慮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到外圍股市已經率先出現異動 甚至乎有一點爆邊的情況出現了 首先說一下納斯達之數 它並未出現爆邊 但是有些異動都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什麼呢 見到綠色線,這綠色線是什麼呢 就是一條上升軌 比較陡斜的,模擬 但是陡斜還陡斜 事實上一度穿過,亦都是事實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這裡,昨天一度穿過上升軌 不過其後就收回上去 並未收市價來說,並未跌破 所以並未正式轉躍 但是已經露了一點淡意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今晚這個上升軌 會再穿其一 第二更加要留意就是這個 綠色弧形 就是這個前浪頂 之前穿了前浪頂 並未能夠隨即大升 反而是由那個回回回回 慢慢回下來 以後市穿回到前浪頂 大概是8150左右 這樣就頭呎了 那可能就立斯達克有一個轉弱的可能性出現 這個就是外圍移動期一 外圍移動期二就是日股也走勢更弱 今天跌66點 已經穿了前浪頂 穿了前浪頂固之間 就穿了這個小雙頂頂線 這個小雙頂頂線 已經穿過下去 不過幸好後尾尾又發回頭 又是收回上去 跟蠟子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穿過後就收回上去 就未完全轉立 但是有淡意 只不過相對來說日股是弱一點 因為穿了這條上升軌 這條紫色這條上升軌 小雙頂頂線又穿過下 所以淡意比明顯比蠟子強 所以大家留意 今晚再穿過小雙頂頂線 就有點頭痕了 至於另一個 都是跟貿易戰相關的股市 更加走勢更弱 這就是韓國股市 韓國的跟中國經濟相關 如果中美打起來 他固之言之 他就首當其衝 與此同時 近來韓國和日本都猶豫 所以這條股市 所謂兩面夾擊 事實上 已經穿了一條短期上升軌 綠色這條 走勢是弱的 其實一直跌下來 剛才看回日股好 美股好升 一直跌下來 沿著一條大的下降軌 現在已經穿了短期上升軌 如果穿完這條紫色這條 就正式轉弱 所以大家留意外圍移動 如果剛才說的日股 納指和韓股 準一步轉弱的話 港股受壓的可能性很大 港股什麼時候會爆邊 都是昨天的節目所看 一霸天線 今天是28,640點 以至頭肩頂的頂線水平 前浪底的水平 是28,000點左右 大家留意著 28,600和28,000點 這兩個位置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於這麼多 多謝大家